好我們第二段呢 開始從組織開始先介紹 那當然組織裡面呢 就談到組織的結構跟設計啦 我們到底應該組織設計成什麼樣才是比較理想的呢 當然組織的設計方法有很多啦 那這個組織設計跟這個結構是屬於比較硬性的東西啦 它比較科學啦 你有不同的設計方法 那組織文化呢 就是屬於比較軟性的東西啊 然後呢 包括我們組織裡面有很多的團隊 團隊要如何的發展 所以因為組織呢 組織的定義就是分派任務協調人員並且完成目標啦 所以呢 一定會有組織架構圖嘛 所以我們一般 你這個學校嘛 你打開就會有告訴你校長以下有誰什麼人 那就是個組織架構圖嘛 好 那 一般組織裡面呢 最常見的第一個就是有機一種是機械就是官僚 其實官僚跟機械是組織是很像的啦 他就是層層結製啦 然後層層結製啦 那有機的呢 可能就是依照什麼 依照環境的變化而來調整啦 基本上就是類似全變組織啦 那組織裡面呢 他主要是為了讓工作專業化 工作專業化 工作專業化可以讓我們的效率增加 基本上這個就跟什麼有關 這個科學管理有關了嘛 然後呢 部門化呢 就是我們把 同質性比較高的幾個工作放在一起啊 然後呢 讓他呢 可以快速的學習曲線可以增加嘛 可以快速的完成每一件工作嘛 所以說我們寫論文的時候呢 如果有人負責寫文獻 有人負責寫 這個有人負責做文獻 然後做調查 有的負責寫英文 有的負責呢 做統計分析 那你想想看 在作曲論文來呢 效率就會很高啦 不要一個人呢 要從什麼題目文獻回顧啦 到統計分析啦 到結論統統一手包的話 他的效率就會很差 因為不是每個人啊 每一個部分都很清楚啦 那組織結構裡面呢 就包含有 指揮鏈 當然是主管跟部署的關係囉 然後呢 控制幅度 或者叫管理幅度 如果你管的人越多 那就不然控制幅度越大 那你控制幅度越大 那你的管理者就會減少啊 管理的人越多 你當然管理者就越少啊 一個人 我如果一個公司有100個人 我一個人管10個 那我就10個管理者嘛 那我一個人如果管20個 我只是要5個管理者而已嘛 那有些集權有些比較分權啦 對不對 那權力開始大小 集中在誰的手上啦 比如說在學校裡面呢 搞不好有的權力呢 都集中在院長的手上嘛 但是有些人覺得權力呢 是分散在每一個系主任身上 所以這個 每個學校的制度也都不會一樣 然後呢 正式化程度嘛 就是工作標準化的程度嘛 所以呢 以目前來講呢 像台北市政府呢 應該正式化程度會越來越高嘛 因為一切都要SOP嘛 所以他照理說 他正式化程度應該會越來越高啊 他現在連什麼 連什麼發 那個什麼 VOT都要SOP嘛 殺很難哦 VOT怎麼可能SOP呢 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呢 類似一個人的個性啦 那一般來講 我個人認為 組織文化比較類似什麼呢 組織文化就是說 我們組織裡面的氛圍要求我們怎麼做 然後我們也相信他可以做到 然後我們就來努力嘛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氛圍比較像什麼呢 比較像什麼 宗教 宗教基本上那個文化就是大家就是 反正有唯一的領導者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組織文化呢 有時候為什麼說 當那個企業老闆呢 萬一突然間 掛掉的時候 突然間會影響到什麼公司的股價 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公司裡面 一個人 可能就 就得是他是公司的象徵啊 所以他可能會跌個幾天才慢慢回穩 那一般來講有正面的功能 當然是提高員工的認同啊 對不對 然後呢負面的功能呢 負面的功能當然是不太容易適應環境的變化嘛 因為你是靠上面那個人 講話在做嘛 對不對 好那組織變格裡面呢 我們大概有看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Leven 一個是Quarter所提出來的啦 那Leven這個解凍改變再凍結啊 我們就現在把原來的東西改變 然後呢 再把它解凍回來對不對 然後就把它移到另外一個均衡再把它凍回來 其實說真的 這些都是理論啦 看看就好了 要執行到這個方面 沒有那麼容易啊 那現在呢 我們呢 新政府呢 他不是要改變嗎 對不對 要進行改變嗎 要什麼轉型正義嗎 所以他第二建立危機一事啊 然後成立領導團隊 然後目前領導團隊成立了 領導團隊在成立了 然後提出願景啊 對啊 要把我們帶到未來的哪個方向去啊 然後呢 接下來要跟所有的人溝通啊 然後呢 接下來要叫他員工授權這些人開始做 而不是由他負責而已啊 然後呢 短期內一定要製造進程效果 你看很多很多 都是說我三個月內我一百天內要有什麼改變對不對 為什麼他花口一百天內要改變什麼 因為要創造短程的戰果 短程的戰果 然後呢 拱固戰果 所以你看 科P就非常標準的這八個步驟 首先建立危機一事嘛 不聽我的話就一定fire 對不對 那你這些人都很緊張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成立領導團隊請了誰來當誰的 台北市部市長什麼 對啊 然後提出願景嘛 要把台北做成什麼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溝通嘛 其實這個比較少啦 他比較沒有在做這個部分 然後呢 接下來授權員工參與嘛 那底下那幾個開始做嘛 然後創造進程下 我不是說一百天內要做出什麼東西來嗎 有沒有做出來 我不曉得啦 我沒有住台北不清楚啦 然後呢 鞏固戰果再接再立啊 然後呢 一到這些 他不是一天到晚就要幫他的SOP 升職到他們的員工的概念裡面去嗎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這就是他在改變台北市政府的八大步驟 都一樣啦 然後因為學習群組織呢 大概就是Pieter Sands有提出來的啦 要把細感思考 這五個步驟啦 然後來加以休息 所以一般來他把這個呢 稱為修煉 修煉一下 這個好像比較宗教的味道啦 那一般團體裡面呢 我們有分成團體裡面啦 我們就把它分成 只要是有兩個人以上啦 然後呢相互 互用去互一啦 來達成 來達成 目標 而組成的團體 這叫做團體而組成的 這叫做團體啦 那當然有所謂的正式團體 跟非正式的團體啦 我們如果大家一起吃飯 友誼一下 這叫友誼團體啦 那正式的團體呢 包括我們今天呢 要成立一個組織 一個團體 然後我們離一個工作小組 來完成一個任務 專案小組 他就是一個 屬於正式的團體啦 那團體的行程呢 一定因為我們有一些人集合起來呢 他就有五個階段模式嘛 包括行程、動盪、規範、執行、解散 所以呢 當然一開始一定要先行程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一開始我們的意見一定不合嘛 要磨合嘛 所以就進入動盪期嘛 然後接下來磨合完畢 以後就會進入規範了嘛 規範好了 以後就開始一起執行任務 有效率的執行 任務完成了以後就解散啊 對不對 就像這是一個團體啊 所以呢 群體跟團體 其實是類似的東西啊 那群體啊 跟團隊其實沒什麼太大差別啦 OK 那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那團隊呢 基本上 可以創備 創造一些忠效啦 所以其實這些 名詞都是很類似的一個意思啦 那團隊裡面呢 當然就會形成很多的團隊啦 包括什麼問題解決團隊 自我管理團隊 跨工人團隊 虛擬團隊等等啦 那沒有所謂的彈性團隊啦 沒有什麼彈性團隊啦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次要了解一下 那領導呢 我就很簡單啦 領導呢 我們的規劃 後來的領導就叫有一個領導者 來帶領大家動嘛 那領導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就是溝通啦 什麼叫溝通 溝通就是 我講的你要聽 你講的我也要聽這叫溝通啦 如果是我講的你要聽 你講的我不聽 那這叫單向溝通啊 這叫單向溝通 一般單向溝通通常就會造成衝突啊 就要造成衝突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上次才會說 台北市政府最大勇士的來源 是誰 就是領導者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去溝通完了以後呢 我們要激勵員工 願意為我們做事啊 所以要給我們一些激勵措施啊 有些激勵措施啊 像那個 警察局呢 要求他的員工 抓走駕 就說如果你抓那個走駕 我給你一千塊的那個 這個禮券啊 還真的就是 積極 要激勵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什麼 哪些激勵 然後呢 你要領導這些人呢 你要利用哪些領導理論來進行 好 才能夠做得比較好 那我們的溝通功能呢 不外乎就是這些目的啦 好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一般來講 我們的溝通理論 當然就是有溝通的來源嘛 然後呢 編碼 訊息 通路 解碼 跟 接受者嘛 所以你看 我講話就是一種編碼啊 然後你聽到了以後 我的話都沒有明導我的意思 那就是解碼嘛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跑去聽一個演講 然後從頭到尾都沒有聽懂對方講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因為對方呢 用的可能是客家化在演講 那就是哪個地方出問題了 那就是 解碼出了問題了 他編碼是用客家化編碼啊 他也許他怎麼知道來的人是 他也許今天是要 做一張講給客家族群的人聽的啊 結果你跑去聽了 你又聽不懂客家化啊 所以是你解碼有問題啊 你解碼有問題啊 不是他編碼有問題啊 因為他怎麼亂講話才叫編碼有問題啊 即使解碼有問題啊 OK 那麼呢 我們通常就會有來源者嘛 有人講話嘛 然後接下來呢 溝通訊息那編碼 比如說我今天用的是 國語講話 那這就是我的編碼嘛 那我也可以用英文講話啊 那英文就是我的編碼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接下來呢 訊息傳遞過去呢 像我現在直接叫你傳過去了 好 那傳過去了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 你接收到我的訊息之後 你要解碼 我有一次呢 以前我在SPS的公司上班 哦 很好玩哦 我們有一次呢 亞洲的會議裡面呢 有一個呢 Main and China SPS的員工 他上來介紹 然後呢 因為呢 因為全部呢 都不需要英文來講嘛 因為不然說 不是很多都貼得懂嘛 好 那個 北京那個呢 很好玩 他就想說 他有報告 說他的報告是這樣子 然後他有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然後呢 他報告第一點就叫No.1 然後第二點叫No.2 然後第三點叫No.3 我一開始呢 他講No.1 No.2的時候 我沒有聽懂他在講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系統呢 那時候呢 我的解碼系統是在英文系統裡面 一是哪個英文字啊 我在想一到底是哪個英文字 等我聽到第三點No.3的時候呢 我突然系統轉回中文系統 我聽懂他在講什麼 因為他是講No.3 然後呢 我突然就笑出來了 然後呢 全部的人都瞪著我 因為只有我聽出來的 其他人呢 因為其他人呢 馬來西亞的啦 新加坡的 沒聽出他講什麼 因為不懂他講什麼啦 所以呢 就是解碼的問題 然後再來溝通的類型呢 當然有上行溝通 下行溝通 跟平行溝通 我主管對底下的人講 這叫下行溝通 下面的老師呢 跟院長 報告一些進度 那就上行溝通 平行溝通 就同事之間呢 講來講去 就叫平行溝通啦 那個呢 一般來講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會有哪些障礙啊 比如說選擇性知覺啊 對比效果 刻板印象 月韻現象啊 這些通常就是我們 比較常看到的一些溝通障礙 好 OK 這是要來瞭解一下 然後呢 溝通管理的技巧呢 當然你要 瞭解就可以啦 要耐心的聽啦 要有對話的能力啦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有衝突管理的能力啦 因為呢 你以為你的講話 人家都喜歡聽嗎 有些人也不太喜歡 新人家講話啦 那有些我們的意見 會不一樣 就會產生衝突啦 那當衝突 展生的時候 你要不要做衝突管理呢 那我們當然是要啊 那麼 傳統的觀點認為啊 衝突是不好的 所以要避免衝突 可是呢 目前互動的觀點呢 是告訴你 互動的這個衝突呢 是有優點的 就是說 衝突但是不要太激烈 衝突就是有人會提出相反的意見 也許會帶來不同的看法 所以呢 一般現在 大概衝突管理呢 採用的都是什麼 互動的觀點 就是 你可以對我的意見 提出意見 然後呢 我們再來討論 有沒有什麼可能啊 所以呢 基本上是有 正面的觀機的 不管是從行為觀點 或互動觀點來講 他都是有正面的效果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 基本上要鼓勵互動 所以我們跟 跟學生講話的時候呢 我們也需要學生跟我們互動 但是有時候學生也會 講一些我們不喜歡聽的話 所以呢 要能夠 忍住 所以呢 一般是衝突管理 所以呢 一般有個體衝突 人際衝突 團體衝突 跟組織衝突 了解一下 每個單位一定都會有衝突 然後呢 我們在衝突的時候呢 衝突的類型裡面 當然包含關係衝突 任務衝突 程序衝突 跟資源衝突 好 先了解一下這些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會有很多衝突的管理 那當然關係衝突呢 缺乏信任 產生不買聽 這是屬於負面的衝突 基本上 就是不要發生這種 負面的衝突 那其他的衝突呢 都還好 因為他屬於比較正面的衝突 那一般衝突的管理方式呢 就是採用這幾個 堅持 不堅持 或合作 或不合作 所以我們大部分呢 我們都會採用什麼 我的貓頭鷹怎麼不見 好 所以呢 一般來講呢 如果你很堅持 而且你呢 誠實踩不合作的方式 那就叫殺於策略 就是一定要你死我我 那當然呢 如果你也不堅持 你也不合作 也就是烏龜策略啊 是逃避啊 那當然最好的 合作策略是最好的 能夠合作是最好的 所以呢 一般呢 我們在 處理衝突的時候 我們會採用這幾種 處理的方式 這幾種的處理方式 好 那麼呢 激勵理論呢 我們呢 談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來談完看 激勵理論到底要講什麼 我們只要激勵我們的員工啊 願意呢 來幫我們做事啊 所以他也是領導理論的一部分 激勵理論 那我為什麼把它寫成這樣子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背 一 當然就是一二三的一嘛 一就是一RG嘛 二就是二因子嘛 三就是三需求嘛 四就是四平八穩 所以公平理論嘛 五就是我嘛 我最強嘛 所以公平理論 哦 增強理論嘛 六就是 六就是什麼 蛇嘛 爪嘛 蛇就是Snack嘛 四嘛 所以XY理論嘛 XY理論 七就是馬嘛 七倍嘛 馬斯洛 跟七就是騎嘛 期望理論嘛 對不對 八就是什麼 八就是什麼 目標設定理論 為什麼八是目標設定理論 哦 哦 目標呢 這 八就是白嘛 白目嘛 八就是八目就是白目嘛 哦 白目呢 就是告訴你 要設定目標設定理論嘛 那九是什麼呢 九就工作了很久嘛 所以 如果你白地呢 你就工作很久嘛 所以九就是 Jal JCM Model 所以呢 工作 九呢 就是工作JCM Model 大概就這樣子 因為把它寄起來了啦 哦 不會很難寄啦 哦 就總共十個理論 大概就是我們要談到的啦 馬斯洛 區區 所以 123456789 我剛好十個理論哦 那當然這些理論呢 我們大概簡單的 談一下就好了 其實ERG呢 這幾個是雷同的 像ERG 二因子 三需求 XY理論 跟馬斯洛 這幾個是雷同的理論 這幾個是雷同 他們只是呢 取了不一樣的名字 取了不一樣的名字 然後呢 意識大致上是相同的啦 然後有一種是根據 內容來的 一種是根據過程 process 一種是根據行為理論來的 所以像馬斯洛這個理論呢 我們大概就知道 他有生理安全 社會 尊重跟自我實現的需求嘛 那基本上就是低層次 跟高層次的需求 所以這低層次高層次呢 指的就是跑二因子理論嘛 低層次跟高層次嘛 所以一般來講 EDFR裡面哦 他也是把這三個理論分成這樣子嘛 那基本上哦 他並沒有說一定要 所以從存在需求 這叫關係需求 這叫成長需求 但沒有一定要這樣 所以呢 像有的人呢 他是追求成長 他沒飯吃他也沒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所以這ERG理論 那雙因子理論就是把我們的因素呢 激力呢 分成激力因子跟保健因子啊 所以呢 他一定是說 這個基本上你要去讓我能夠活著啦 所以這基本上跟馬斯洛的下面兩層是一樣的啦 所以這些理論其實都是很像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三需求理論 所以屬於比較高層次的需求啦 這個屬於比較高層次的需求啦 馬斯洛的高層次需求啦 就是要有成就需求 權力需求 跟歸屬感需求啦 有的人就是喜歡交很多朋友 有的人就是喜歡要有很好的成就 你讓他做很多事情他就很爽 那有的人就是要有權力 你一定要讓我幹精力 你一定要讓我幹部長 這樣子呢 我就有權力需求 所以呢 因應不同的需求給他適當的需要 那這就是三需求理論 那增強理論講的是什麼 如果你給他想要的東西 這就正增強啦 給他不想 拿掉他不想要的東西 就是要負增強 那都是激勵喔 對不對 如果覺得各位工作得很認真 我決定取消打卡制度 各位呢 就是上班時間比較有彈性 工時比較有彈性 那這叫什麼 取消他什麼 不想要的嘛 那這就叫做什麼 負增強啦 那麼呢 如果說你今天做得很好 我就馬上給你獎金 那這個叫正增強 這叫正增強 那這幾個是我們比較常用的啦 常用的理論 那另外呢 公平理論呢 就是亞當斯提出來的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覺得公平 你就會比較滿足啦 就受到激勵啦 比如說你做了這件事情 他上面給你的鼓勵呢 是比較多的 你就會比較高興 那如果呢 這就是公平呢 我們基本上英文就是有什麼 justice 就是我們有的人 有的人換成正義 組織正義 這種就組織公平啦 所以公平理論當然就是指 我們去跟別人比 過去跟過去比 過去跟現在比 有沒有一樣 所以我們經常講什麼 我們的薪水倒退到17年前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 我們會覺得不公平 因為我們現在17年來 我們的薪水都沒有提高 合起來下降 就是我們去跟過去比 那當然就是覺得不公平 因此呢 就會有人會開始反彈 所以呢 另外一個呢 XY理論 X理論跟Y理論講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人是 假設人是不喜歡工作的 所以不喜歡工作的時候 你就預設很多的規範來要求他 這樣他才能夠把事情做好 那有一個理論呢 是認為人是喜歡工作的 所以你不用把什麼事情 你只要把他交代 他就會把事情給做完 當然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每個人呢 都會有X理論跟Y理論的人在裡面 而且 同一個人 你可能在不同的環境 你可能會展現X或Y理論 X理論或Y理論 所以也未必 是這樣子 所以到底什麼工作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你到時候就可以去 要求 那期望理論呢 就是服務人所採用的期望理論 那這個期望理論呢 當然包含幾個變數 吸引力 就是說我做這件事情有多有吸引力啊 然後呢我做完了以後呢 對我有多有吸引力嘛 那我做完了以後呢 到底能夠得到什麼樣的獎賞啊 那我得到的績效跟獎賞有沒有連結起來 我就說我做了以後呢 我的績效 達到了以後 我的獎賞有沒有跟著連結啊 那跟我的努力有沒有關係啊 所以你看 期望理論裡面講的就是說 你個人努力的結果 然後你就會得到一定的績效 那你得到一定的績效之後呢 你就希望能夠得到一些獎賞嘛 獎賞 上面就給你一些獎賞 然後這個獎賞是不是你想要的啦 這些獎賞跟你的目標有沒有一致啊 那麼呢 如果你的目標是說 我做這些事情 我希望我工作做得很好 我能夠升經理 OK 那如果你想升經理 他真的讓你升經理了 那你當然你的期望理論就會滿足嘛 那不然的話就不會滿足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期望理論的應用嘛 然後呢 你的杜拉克呢 又提出一個叫做目標設定理論 目標設定理論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先設定我未來要做什麼 所以政府呢 我設定明年的基地下成長呢 GDP要達到3%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目標設定理論嘛 對不對 那像呢 經常講 你如果講的太誇張了 人家就會覺得太扯了啦 不過像目標設定理論呢 大概政府都會這樣子做啦 明年我要達到GDP3% 這就是根據什麼理論來的 目標設定理論 大家要努力完成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目標設定理論呢 就是根據聰明的原則嘛 SMART 你要明確啊 比如說3%嘛 而且呢 可衡量嘛 對不對 因為經濟成長率當然可以衡量啊 可不可以達成 當然有機會啊 如果你訂10%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在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不可完成嘛 然後呢 一定要跟什麼有關 跟經濟 跟目前政府在講的事情有關嘛 而且要有時間限制嘛 就一年嘛 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SMART的目標設定的原則啊 要明確 要明確 很可衡量 可達成有相關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有時間限制 你不要想說 我未來要賺100萬 一個月一年要賺100萬 未來時間很長啊 你也沒有講出未來是多久 那就 那就不行啊 那最後一個JCM model裡面的工作再設計啊 那工作裡面呢 怎麼要提高滿意度呢 就是從工作輪調 工作擴大後啊 工作輪調就是啊 你做完A再去做V 那就是平行的移動啊 這平行的移動啊 就工作A做完做V 比如你做前段前段做完做中段 中段做完做後段 這是平行的移動啊 可是也有人說啊 這種水平式的移動啊 就是無聊加無聊再加無聊啊 所以呢 一定有啦 所以呢 有的人呢 就做垂直式的移動啊 垂直式的移動啊 那就是說啊 你呢 像很多保險公司啊 他現在做了一些什麼 垂直式的工作移動在設計 以前保險人員是 把案子接回去就沒他們的事了 現在他把案子接回去呢 還要把他送到上面去審核 審核呢 一路整個流程呢 必須他全部跑完 那這就屬於工作再設計的部分 那這CM Model呢 我想大概是告訴你說 一般我們的工作裡面要考慮到 第一個 我們的技能要多樣性 其實我們要有很多的技能 不能只有一個 然後呢 你請員工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任務要完整 也就是說你不要讓他做一個不完整的任務 他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最後你要告訴他這個任務要很重要 這樣子他才會想要做 如果又沒有什麼好學的 像我們去做一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從這個工作裡面學到有些東西 再參觀增加我們的技能 對不對 然後呢 自主性 就是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 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 最後要有回饋 我做完了以後呢 必須要能夠了解我做的成效如何 然後呢 Cupy要有適量的鼓勵 所以呢 JCM Model呢 他包含了這五個 五個主要的影響因素 然後來告訴 我們達到我們的後面的什麼工作成果 OK 那領導理論呢其實還蠻容易的 領導理論當然就是一種是領導人特質論 領導人特質論就是告訴你 你是領導者你就是領導者 你不是領導者你就一定不是領導者 所以不用什麼訓練 所以呢 像這種呢叫做領導者特質論 所以說成為一個領導者呢 可能要熱情 有專業能力 等等很多 那麼呢 如果你沒有這些能力呢 那可能你就不是領導者 這個是領導特質論 可是呢 通常大部分人都認為 領導是可以被訓練的 所以像卡內基 不就是說我們在訓練一些領導者嗎 他就說我們可以激發潛能 所以像卡內基就沒有說 就沒有說領導者是不能被訓練的 好 那麼呢 一般作為一個領導者呢 他至少會有五大權力裡面的某一部分 比如說獎賞權 法定權 協貨權 專家權 參照權 比如說 這個 你覺得 為什麼我們的電視 這些廣告要請明星來代言 那明星是用了哪些能力 來影響我們去購買產品 當然是參照權 當然是參照權 對不對 那我們在學校當老師 我們有什麼權 我們一定有法定權 因為我是老師啊 所以我可以 決定 如果學生成績太差 我是可以把他當掉的 這就是你的法定權啊 那我能不能把你的學生當掉 當然我不行啊 因為我沒有這個法定權啊 那你學生 考得很好 你可以獎勵他啊 對不對 如果班上表現很好 我可以買Pizza 開會的時候買Pizza來支持一些啊 這個就是獎賞權啊 那麼呢 如果做得不好 好 那我可以叫你去法勞動服務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脅迫權啊 那專家權呢 就是 你在這個領域有獨特的見解 那麼你就是擁有專家權啊 但是呢 通常很少有一個人 這個五種權利都會同時存在 都會同時存在 像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 要如果選擇上什麼立委啦 議員啦 市長啊 這些人一定都是有他的參照權 因為 他不可能對每個人都有其他權利嘛 所以他通常就是擁有參照權的 對不對 那比如說 我們要找財政部長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找他有財經背景對不對 那我們是看上他什麼權 專家權啊 就政府你如果說我今天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 一定要找一個有財經背景的 然後在這個領域很會做的 他考慮的是什麼 當然是他的專家權啊 當然是他的專家權啊 所以你會發現 不是每一個部長 每一個政府官員我們的印象都很好 因為我們搞不好他就沒有參照權 可是他也許有專業能力啊 所以他就變成有專家權 所以他就會被選定去做這個職位啊 好 那麼呢 領導者的理論裡面呢 他包含這幾個 愛荷華大學呢 他把領導者呢 特質論分成什麼 有民主領導專制領導跟況任領導 有些就是可以跟他喝長熊的 那有些就是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的啦 那有些就是 不管是的 其實這邊學校老師一樣 有的當指導教授 是很民主的 你隨時可以來找導師商量 談談你要做什麼 有的老師是說我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那有的人是喔 不管是想畢業再來找我 你要畢業了再來找我 看你做什麼 我也不管你 我也不會知道你什麼都不會做的 那像是我覺得放任是領導 那 Ohio呢 他是說有兩種 一種是 關懷他會隨時關懷你做什麼 有一種就是你按照規矩對我做事就對了 那有人密西根是提出員工導向跟生產導向 Focus在員工這一方面 對員工福利做的比較好的 然後管理方格理論呢 就是後面他也是用員工 跟生產做成九個格子 尤其是這個 鄉村俱樂部 如果你是關心員工 而且又不太關心生產的 那你就是屬於鄉村俱樂部 鄉村俱樂部如果你對員工很好 但是你又不管他生產好不好的 鄉村俱樂部 那這個很好玩 對不對 那如果你也不關心員工 那你也不關心生產就是放任 那如果你不關心員工 但是其實你很關心他的生產就是任務管理 那如果你又關心員工又關心生產就屬於團隊管理 那中間的就是中庸之道 所以這個就是鄉村俱樂部的管理 那一般情境領導呢 比較多人談就是沸得樂的情境模式 他用了三個變數呢 當作情境因素 就是領導者與部署的關係 任務的結構跟領導者的地位 所以 他就發現 依照這個圖的關係 看看 你領導者跟部署的關係來決定 你到底要用哪一種領導方式 可能是比較適合的 這是他所提出來的全變理論的 領導模式 稍來了解一下 那生命週期理論呢 他就是告訴你 我們的生命週期有分成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跟什麼 關係行為有關 一個是跟任務行為有關 所以說你看一下參與好了 參與就是屬於什麼 關係行為比較高 就是老闆比較重視 跟員工的關係 但是呢 他的任務行為呢 比較低 他的任務行為比較低 但是呢 他有成熟度是比較高的 比如說 他技能的成熟度是比較高的 那他就屬於參與式的領導 參與式的領導 所以參與式的領導就是高關懷 高技術 高成熟技術性 然後呢 任務行為呢 並不高的 那就屬於參與式的領導 那所以這個呢 再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參與式的領導是指 領導者跟部署共同制定決策 就這樣子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呢 另外一個叫做路徑目標設定理論 路徑目標設定理論 路徑目標設定理論 也是一樣 也是分成這四個 差別只有在最後一個名稱取得不一樣而已 你看他也是 就是指導推銷參與授權 那其實呢 大概就類似這四個 就類似這四個 所以如果領導者是比較關心員工的 那他就屬於支持式的 支持的 所以是比較像的 然後呢 當然21世紀呢 有很多新的一些領導理論 比如說交易型領導 他是利用 條件交換的方式 比如說你幫我做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東西 所以像立法委員選舉 他是利用什麼交易式的領導 來獲取選民 比如說你選我 以後你有什麼選務服務 你就來找我 我就會做一些選民服務 然後跟你交換 所以他是一種交易性的領導 好 那麼一種叫轉換型領導 或者移轉型領導 那基本上移轉型領導 轉換型領導 就是在做組織變革用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要找出自己 都不知道的生成需求 比如說帶著組織做轉型 對不對 所以這種移轉型的領導 那一種是魅力型的領導 完全靠什麼 完全靠魅力 比如說我就是 我如果出來選舉對不對 我其實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我可能就是長得帥而已 你就當選了 那就是魅力型領導 其實像有些人就是 床門走魅力型領導而已 就是當作他是英雄就對了 那一種是願景是個領導 我告訴你未來我要做什麼 然後來帶領各位往這條路走 而且你也相信他做得到 這就是屬於願景式的領導 最後呢 來談一下 控制系統 控制系統 然後呢 控制系統裡面呢 當然就是為了讓我們 最後的生產品質呢 能夠比較良好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控制系統裡面 控制系統主要是做什麼 是衡量我們的機效 然後呢 我們比較一下我們的機效 好不好 然後最後呢 要來採取修正的行動 所以他是先設定有一個目標跟標準嘛 像我們在 業績譬如說 學校會想說 好我們的招生呢 招生率呢要達到95% 然後呢 我們的分數呢 要在多少分以上 那就是我們設定的目標嘛 然後我們今天就開始招生嘛 那你就開始打電話嘛對不對 有多少人要來報到嘛 你設定目標有標準 然後呢 到了學生報到以後 我們看看有沒有達到這個衡量的績效 有沒有達到績效 就好像我們在學校也會一樣啊 我們現在學校裡面啊 別的沒有 就是一天倒設很多KPI 對不對 然後呢 這些KPI設了以後呢 你就得想辦法去達成嘛 所以學校會設很多KPI嘛 設定目標跟標準嘛 然後呢 等到一年時間到了以後呢 他會把你所做的這些事情 拿來跟你的KPI去做比較嘛 然後呢 比較你的績效嘛 那如果比較 做的超過你的績效呢 學校可能會給你一些獎勵嘛 啊如果你做的不好呢 學校可能會給你一些修正行為嘛 告訴你你要做什麼嘛 所以這就是控制嘛 所以學校為什麼要設KPI 基本上學校的KPI就是一個控制系統嘛 你如果都不設 你搞不好就比如說 學校規定 老師 有沒有準時上課下課 是個很重要的KPI指標 所以他就是看看 9點10分呢 你有沒有出現在教室裡面 然後呢12點呢 你才離開 所以呢 學校呢經常為什麼 9點跑去給你督導 看你來的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你到的學生還沒到 然後呢 你也不可以11點50就下課 你有沒有呢 他11點50就跑來 教室給你照一照 看看你有沒有給人家下課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 督導 然後呢 他也會規定 期中考考完以後 期末考考完以後 老師三天內要送成績 不送成績呢 要扣兩千 這就是控制嘛 以免呢 老師太懶散 考完試也不改成績 那也不送成績 然後呢 還告訴什麼 開學期間要到了 老師必須要開學前一週 選課前 將你的 什麼 syllabus 課程的 syllabus 上傳 PO影片你要上傳 為什麼 這些都是控制啊 這些都是控制啊 所以你看 我們學校裡面就充滿了控制系統啊 為什麼 控制系統就是 為了確保 我們能夠達到預期的標準 所以呢 你只要忘記傳了 他就告訴你什麼 就會通知你 通知你說 他會做修正嘛 就馬上通知你說 啊某某某老師 啊你這個什麼東西還沒上傳哦 請儘快在 一天內上傳 否則 就會 處分啊 什麼等等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 整個學校就是一個超大的控制系統 定了一大堆KPI 然後我們就是要努力的 達成這個目標 現在呢很多學校呢 不是改什麼 這個 這個什麼叫做 升等嗎 就是可以那個 自己決定要做升等嗎 多元升等吧 然後呢就有的學校想說好 那麼呢 晚證呢 我們學校也不需要你寫那麼多Paper 所以不需要Paper升等 然後有的學校就會規定什麼 好 我們現在設一個叫做什麼 什麼升等 譬如說產學升等 現在有的學校有 產學升等啊 好 你只要一年內 你只要呢 你的產學案做600萬 那我就讓你升等 不管你幾年達成 你只要達到600萬 你就可以升等成 副教授 對不對 所以叫產學升等 那像這種就是一個控制系統啊 對不對 設定目標 然後我們就很量有沒有達到 如果有達到我就給你 沒有達到你就繼續等吧 所以呢 一般控制的類型呢 大概呢 就從input process的output裡面呢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事前事中事後 那input當然就是所謂的源頭管理嘛 input就是我們的源頭管理嘛 一開始進來的原物料啦 東西你就要開始經過處理嘛 所以呢 必須確保你的input的東西是好的嘛 所以先做源頭管理 那源頭管理完了以後呢 這是防範於未然嘛 然後呢 在做的過程之中呢 我要隨時監督嘛 我要隨時監督你嘛 所以呢 這樣即時充製嘛 即時看看你目前做的情景有沒有符合嘛 所以我們通常交辦一件事情以後 我說這個事情交給你辦一個月以後 把結果交出來 但是你不能真的一個月以後 才去看他結果有沒有出來 你應該是呢 這個其中呢 每個禮拜啦 你就去看一下你做了什麼啦 對不對 其實你看 如果你叫一個學生做報告 然後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去準備 他會什麼時候開始做報告 他會最後那個禮拜才開始做 你應該是 同學 第一個禮拜你做了什麼 第二個禮拜你做了什麼 第三個禮拜你做了什麼 確保他進度能夠完成嘛 所以當我們指導學生論文的時候 不也是這樣嗎 學生你要限制他 比如說你每兩個禮拜 要來教一次你的研究進度 你這樣才能夠確保呢 他到了學期末的時候呢 能夠把他的論文完成嘛 所以這個就是適中控制嘛 適中控制嘛 然後適後控制是怎麼樣 等他真的做完了以後你就看看 他的做的品質好不好嘛 如果發現 哪裡有問題 對不對 要趕快叫他去修正啊 要做補救啊 比如說哪個地方弄錯了 趕快去修改啊 所以呢 一般來講 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呢 一定要適中 適前適中適後 所以一開始呢 事前控制是 確保來源的品質 然後他做的題目 有沒有 有沒有按照標準來 等等 指導完了以後 然後呢 他做的過程呢 比如說每一個禮拜 或每兩個禮拜 我們要meeting嘛 然後來確保他的進度 最後 看看整個文章的品質做得好不好 如果做得很好 那就算了 如果做得不好 我們就開始做修正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整個 控制的類型啦 那一般常用的控制技術呢 大概是什麼平衡積分卡 甘特圖 計畫平衡速度 六個標準差 全面平板 這些大概就是我們比較常用到的一些 技術 常用的一些控制技術 OK 所以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 最後呢 我們就談一下 如果做好全面品質管理 那就是Plan Do Check Act 我們要先規劃 然後接下來要去做 做完以後要隨時去檢查 檢查以後呢 要採取行動 所以Plan Check Act 這個大概是我們品質管制裡面呢 採取行動 讓他品質變好 這大概就是我們比較常 講的幾個 部分 基本上呢 我已經非常快速的 把一個 管理學呢 我們大概 整個內容給介紹完畢 好 好 那 這個呢 當然你要 我們要把它講的 更好一點的話呢 最好是能夠把一些生活上的例子 給融入在這些 理論裡面 好 那麼呢 我們就可以讓學生 覺得說 這個東西做的 是這個科學 其實蠻有趣的一個事情 所以還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麼呢 希望各位呢 回去呢 能夠把這個 PowerPoint呢 其實你們可以把它擴充一下 做得更詳細一點 好 那做得更詳細一點呢 其實在教學方面呢 其實就會很方便 其實也是OK的 好 各位 老師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好 如果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大概就先把管理學呢 介紹到 這個 部分 好 謝謝各位啦